你今天你本来是佛 为什么变成终色 因为你染上了 妄想分别制住 所以变成终色 这华言经上说 一般大臣经上说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见死烦恼 你染着这三大类的烦恼 你回不去了 堕落在六道高龙会 无名烦恼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妄想 沉沙烦恼是华言经上讲的 分别 见死烦恼是华言经上讲的 执着 华言经上讲的这个名词 虽然意思很深 我们听起来很顺 好像知道 妄想分别制住 就是大臣经上 就是大臣经上佛常说的三大类烦恼 每一类的烦恼都是无量无边的 通通通断静了 全都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你的真心就显出来了 我们现在真心上这些障碍 就这些东西 障碍除掉了 真心就显出来了 这是成佛的原理 可是这些烦恼 无世界以来 我们就忍住了 严重地忍住 现在要叫放下难了 太难太难了 佛有方法 这方法是无量发门 发是方法 门是门道 门道方法无量无边 都是帮助你放下 可是对于我们更新 我们的习性 来说 真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总是离不开之处 知道现在 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是虚妄的 对我们是决定有害的 可是 我们依然放不下 那么在所有发门里面 统统是要断烦恼 才能争不提 难啊 叫难行道啊 念佛发门 不要断烦恼 就能争不提 这叫异性道 这叫异性道 这个发门 叫你承担 叫你承担 叫你分别 叫你抓住这个妄想 这妄想是什么 阿弥陀佛就是妄想 你抓住这个妄想 把别的妄想放掉 你分别阿弥陀佛 你执着阿弥陀佛 其他东西都放下 你就对了 你就成功了 这个方法好啊 跟我们的习性相应 我们听得很欢喜 牢牢地抓住他 致持名号 你看看 执就是执着 执就是保持他 致持名号 这是从前 我们年轻音修佛的时候 李老师教给我换心了 我们现在的心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怎么换呢 我们妄想 别打不别的妄想 不要分别其他的 别执着其他的 专门对准了阿弥陀佛 我就分别阿弥陀佛 我就执着阿弥陀佛 我就跟定了阿弥陀佛 就行了 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不知道阿弥陀佛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的名号啊 真的找对人了 名号公德 不可思议 这一部无量手机 从头到尾 都是讲名号公德 你真的参透了 都搞明白了 你会死心塌地 支持名号 烦恼再多 不放在心上 别去理他 没事 罪业再重 也别管他 烦恼不消 自然没有了 罪业再重 也自然不见了 真妙啊 所以 一切祝福都赞叹 那不是没有道理 阿弥陀佛 第一个提出这种方法 奢望 祝福都鼓掌啊 都称赞啊 太妙了 所以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称为妙音呢 妙在哪里 烦恼不断 自消了 业障不断 自然化解了 这叫真妙啊 优优独播剧场上